两口子要有哪六戒,日子才会越过越好呢? 夫妻相处有这六戒,接下来,关键时刻太重要了。 一戒,不要在外人面前争吵。 常言道,家丑不可外扬啊,即便是再好的亲戚朋友, 人家也只会看你们两口子的笑话,这不丢人现眼吗? 同时,你俩还会成为人家茶欲饭后的笑谈。 二戒,不要在儿女面前争吵。 两口子一吵架,那都是口不择言,啥话都说。 你俩把对方一顿贬低,那孩子以后咋看你俩? 哦,原来我爸还出过轨,原来我妈就一泼妇, 你俩自己的尊严都丧失了,那以后你俩还咋教育孩子啊? 三戒,不要在对方生病的时候吵架。 人在生病的时候,心情是不可能好的,那无理取闹也正常啊。 你对人家好点,以后你生病了,不也有人照顾你吗? 夫妻是什么?就是老了的时候,彼此的拐棍啊。 以后你老了,还指望谁给你喂汤喂饭,喂水喂药呀? 靠儿子,靠儿媳妇。 现实告诉你,谁也不如自己的老伴。 四戒,不要翻对方的旧账。 大问题加小情绪等于小问题,小问题加大情绪等于大问题。 那夫妻过日子啊,就像舌头和牙齿,磕磕绊绊都非常正常。 本来就有点小破事,你一翻就账,就变成大事了。 不要总记得对方的不好,不要因为那五分钟的不开心,影响了23小时55分钟的心情。 五戒,争吵时,不要殃及对方的家人,这是大忌。 一旦扯到彼此家人,这事就闹大了,甚至离婚。 另外,如果对方生气时,一时冲动,说什么你爸你妈哪儿不好,你也千万别去传话。 有的妈宝男或者公主女就特别的笨,把对方说的气话,还添油加醋地传给自己家人,直接升级成了两个家族之间的战役。 你俩是床头吵架,床尾就合了,那两个家族的矛盾,那怎么化解呀? 所以,千万别干这样的傻事。 记住,永远跟自己家人呢,说自己老公或者媳妇的好,这点太重要了。 六戒,不要吵架的时候找异性的朋友谈心,尤其是女性朋友,那很容易擦枪走火的。 即使说你都错得离谱了,你找那异性谈心,人家都只会专挑那好听的说, 让你感觉,哎,这男的,比我老公可善解人意多了。 其实啊,对方那叫别有用心。 无论再好的男人,在一起跟你过五年,那不都一个样吗? 男人嘛,能赚钱就行了,别那么挑。 结婚前睁大双眼,结婚后呢,睁只眼闭只眼,不就那么回事吗? 记住这六点,关键的时候多去看看,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夫妻都可以互相体谅,白头些了。